荷兰蒂是三代蜘蛛侠里面年龄最小的 在漫威电影里初次登场 就进入了复联 还被钢铁侠热情地称呼为 他喜欢拿着摄像机到处拍摄Vlog 当看到托尼为自己准备的战衣时 在钢铁侠和美对对峙的时候 他躲在一旁记录 内战爆发时 内战结束后 托尼将战衣送给了帕克 而小蜘蛛也抱上了钢铁侠的大腿 并告诉他 以后有新任务 就会让哈皮和他联系 然后将小蜘蛛送到了家里 回到学校的帕克根本无心上学 每天都期待着托尼的下一次照顾 一打放学龄 他就第一个冲出教室 跑进小巷子 拿出他心爱的战衣换手 调试好蛛丝发射器 成为人们的友好邻居蜘蛛侠 抓抓偷车贼 帮老奶奶指示 没事的时候就坐在火车上 刷刷视频 这是一群人携带外星科技进入了银行 小蜘蛛溜进去悄悄关上门 终于到了他施展身手的时候 钢铁侠持枪瞄准他 这时美队拿起外星武器 控住了小蜘蛛 他射出蛛丝 打断了美队 随后钢铁侠也被制服 浩克调整武器能量 射出了毁灭激光 沿着接对面的商店一块火车 帕克赶紧冲进去救人 但等他再次回头时 复仇者们已经消失不见了 帕克小心翼翼地爬回家里 帕吵到美影 结果刚回头 就碰见了尴尬的银行 这下完了 才刚开始身份就暴露 帕克赶紧求内德保守力 内德勉强答应了他 但接下来的日子 内德总是会追着帕克问东问西 事实证明 霍牢也有被霍牢弄得崩溃的事 一天晚上 帕克正准备穿上蜘蛛侠战衣 在暗恋对象的派对上炫耀一番 但远处的能量爆炸无法让他视而不见 帕克连忙朝那里赶去 发现有人在贩卖外星科技改装的武器 那些抢银行的劫匪也一定是在这买的 这时奈德一个电话打来 让他暴露了位置 于是帕克主动出击 不料却被对方用拳套的车辆 他用蛛丝粘住逃跑的车辆 对方一炮接着一炮轰向帕克 一个颠簸让他武器掉了一拳 帕克抄近路追 一个跟猎鹰一样的机械 扭过来 抓起帕克不断上升 这时他背后的蜘蛛标志发光 变成降落伞就走了他 然后裹着降落伞掉进他 蜘蛛侠回归漫威第一部独立电影 就受到了来自老大哥的传爱 钢铁侠对小蜘蛛的照顾无微不知 不仅体现在为他量身定做战衣 托尼曾经历过高空坠落的恐惧 因此给小蜘蛛的战衣加装了降落伞 还有一个定位系统 方便他随时掌握小蜘蛛的动向 在他遇到危险时第一时间赶到 把他从水里捞出来 这是托尼曾体验过冰天雪地的寒冷后想到的 托尼让他安静做他的友好邻居蜘蛛侠 不让他掺和危险的事 但帕克认为自己能做的不止这些 在被托尼教育一番后 帕克捡起外星武器核心就回去了 第二天 他开始和内德一块研究武器核心 但两人刚走出实验室 突旧的同伙就找不过来 他们根据核心散发出的能量 找到了实验室 帕克躲在桌子下 找准机会向两人身上发射的追踪器 利用战衣的投影装置 找到了他们的窝点马里兰州 正好帕克所在的学院要去附近比赛 到达目的地后 帕克拆掉了战衣上面的定位器 防止托尼跟踪自己 内德帮他解锁了战衣的所有功能 直接升级到完全满 然后他深夜溜出旅馆 独自去寻找外星武器的下面 战衣附带的人工智能 帮他规划好跟踪路线 开启远距离监听透视 还附带一击必杀模式 就连珠网发射模式也有500多重 但帕克根本不会有 这时突旧降落在运输货车上 部署挂锚 扔下四个装置 货箱就开了一个口 突旧跳了进去 里面的货物都是外星生物的残骸 就当他准备满载龟时 帕克抢走了他的背包 赶人争抢过程中 背包裂开 帕克摔进了货车内 撞掉了开口装置 发现出不去了 等他打开车厢 发现自己被带进了一个巨大的住藏室 接应的大门要等到明早才能打开 于是无聊的帕克 开始和人工智能闲聊起来 并给他取名为凯远 然后开始研究起战衣解锁的其他功能 什么弹跳珠网分隔珠网 还有 完了之后他突然发现 自己学院明早还有一场学术比赛 于是他又开始行动起来 寻找逃离的办法 他又找到了一个外星能量核心 凯伦检测后告诉他这个东西十分危险 一受到辐射就会发生爆炸 帕克一听 赶紧通知内部了 因为他们一直将那块小型核心带在身边 但仓库内根本没信号 他赶紧开始破解大门的秘密 在尝试了274次后 终于成功打开了大门 而此时 学术比赛已经结束了 老师正要带同学们去观测他顶参观 小蜘蛛一边往回赶 一边疯狂拨打电话 庆幸的是内德终于接通了电话 但话还没说完 手机就被帕克的暗恋对象抢走了 最后核心在X光照射下被击呼 内德拿起背包和众人进入了电梯 能量核心的波动瞬间摧毁电梯 帕克拼命爬上观测台 检测到电梯损坏即将坠落 他启动蜘蛛无人机 为他规划最佳路线 千军一发之际 帕克撞破防弹玻璃 射出蛛丝拉住了飞速下至的电梯 电梯继续下至 帕克又射出蛛丝粘住塔顶 然后用身体挡住电梯 慢慢往上拉 这时救援人员赶到 成功将众人救了出去 回去之后 帕克找到了之前购买外星勇气的人 从他口中得知了下一处交易地点 就在一艘邮轮上 在无人机的扫描下 很快确定了目标位置 冲上去两三下解决了敌人 然后换上蛛丝弹 这时突就突然飞了过来 用手里的外星武器 对着帕克一动攻击 帕克用蛛丝将它扯了过来 但武器并没有停止攻击 他赶紧用蛛丝一通乱手 用蛛丝将其完全包裹 但他没有就此安分下来 反而蓄满激光 透过蛛丝将船体分割成了两个 荷兰地板蜘蛛侠并不是全靠高科技 他自己的身体力量也不用想去 帕克射出蛛丝拉住即将分开的游轮 最后跳上去向两侧发射蛛丝 用身体拼命拉住分裂的船体 坚持一段时间后 分开的轮船开始慢慢拼合 原来是托尼及时赶到 在无数个小型推进器的帮助下 轮船又合二为一 并被托尼用激光焊接起来 事后托尼质问帕克为什么要单独行动 而帕克却一脸委屈 托尼对小蜘蛛一顿教育 还不让他反嘴 并说要收回他的所有装备 托尼告诉帕克 如果他真这么认为 那他就不配拥有这套战役 失去战役后的帕克十分伤心 他开始将目光放在自己的生活学习上 很快他的学习成绩就突飞乱进 还准备和心上人利兹来一场浪漫的约会 然而当他来到利兹家时 他却吓了一跳 原来利兹爸爸就是托鸠 而在去派对的路上 他也从细节看出来了帕克就是蜘蛛侠 之后托鸠威胁帕克 如果他再阻拦自己做生意 就干掉他和他的家人 随后帕克默默下了车 心神不定地来到派对上 他内心十分煎熬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与正义为我 拿出自己自制的蜘蛛战衣 结果一出门就遭到了突鸠手下的买 失去珠网发射器的比特村不难行 危急时刻 内德捡起发射器制止了他 帕克趁机拿回发射器 瞬间制服了他 随后内德帮他定位手机 原来帕克将手机留在了突鸠车上 很快他发现突鸠的目标是斯塔克大厦 而今天是斯塔克大楼搬迁日 内德通知哈皮 但被他无情挂断 帕克根据定位 在一家废弃工厂见到了突鸠 但很快就中了他的劲 他操控飞行装置切断了房梁 将帕克压在下面 随后他就准备去抢劫运输机 此时的帕克十分无助 被困在石头下无法动弹 这时他想起了托尼的话 看着平静的水面 帕克爆发力量 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 从废墟中站了起来 然后往斯塔克大厦里去 追上了正在锁定运输机的突鸠 突鸠用老办法在飞机上开了个宝贝 进去后发现里面装满了宝贝 托尼的战甲和量产的反应 任意一箱都是宝贝 这时突鸠发现了帕克 于是装上翅膀准备掀紧给他 帕克被他带进了飞机的引擎 危急时刻 帕克发射珠网破坏的涡轮 爬上了飞机 突鸠又杀了回来 打斗中意外破坏了飞机的主引擎 运输机失去动力很快下降 朝着城市飞去 最后降落在一片沙滩上 帕克被突鸠扑倒 挤拳下去 又被他抓向天空 按在地面 帕克毫无还手之力 正当他准备带着反应堆逃跑时 帕克用尽最后的力气 死死拽住他 突鸠切断蛛丝 刚飞了没多远 翅膀装置就发生了爆炸 帕克冲进火海 把他救了出来 最后帕克将突鸠和完好的互物 绑在了一起 离开了现场 还附上了一张纸条 托尼将帕克叫来了复联总部 并对他此次行动表示了高度赞扬 还正式邀请他加入复联 五年前灭拜一个祥指 让宇宙半数生灵化为了尘埃 复仇者们穿越时空 借来了六颗无限宝石 帕奈带上面的手套 不负众望成功打出响承 将消失的人带了回来 最后爆发了一场终局之战 复联失去了两名重要的队友 美队选择了另一种人生 蚁人鹰眼纷纷退休 在家带瓦 偷尔离开地球加入了银河四月 局面基本上宣告了第一代复仇者的解散 人们迫切地需要新的超级英雄战争 保护他们的地球 尼克福瑞盯上了小蜘蛛骨的帕克 但此时的帕克还只是个乳秀未干的小 面对记者的提问 这些问题直击帕克内心 让他喘不过气来 赶紧开溜 并不是他不想回答 他也很纠结 不知道凭自己现在的能力 到底能不能担起复仇者的重力 不久后 学校举办了一次欧洲游 这一次帕克决定不带战衣出门 好好体验一下生活 但他此行的注意力 更多是在暗恋对象干这身上 路上帕克多次想找机会接近MJ 但都不能如愿 反而无意中撮合了内博的好事 第一站他们来到了水城威尼斯 好不容易得到了和MJ独处的机会 这时蜘蛛感应让他察觉到了危险 平静的水面突然泛起波来 水流像商量好一样会在一起 下一秒 水怪疯狂破坏周围建筑 不断造成范围伤害 然后朝着帕克一拳打 帕克连忙启动蛛丝发射器 朝着水怪发射蛛丝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 眼看攻击无效 他只好先帮忙疏散群众 一回头 水拳就打在了帕克脸上 这时几束绿光射向水怪 下一秒 头顶鱼缸的男人带着绿色尾棋登场 鱼缸男二话不说直接刚了上去 帕克也赶来帮忙 神秘客打算先将水怪引出运河 于是水怪追着他一路狂奔 帕克则不断用蛛丝修复倒塌的剑筑 防止砸到下面的行人 神秘客不停用激光射向水怪 也不知道到底对他造霉造成伤害 只知道水怪很愤怨 最后神秘客用绿物捆住水怪双方 用力将他扯成了两半 事后 神秘客的出现备受关注 他见义勇为的身姿得到了重人的赞赏 这时弗瑞局长突然出现在帕克房间 并声称找帕克见一面还真不容易 一个高中小子也敢无视他的电话 于是他带帕克出来私聊 并将托尼的眼镜交给他 然后带他来到神盾局的地下基础 见到了神秘客的真面目 他介绍自己名叫贝克 来自另一个多元宇宙的日常 他称宇宙中的黑洞诞生了四个生命体 分别由烽火水土四种元素构成 他们称其为元素重 现在元素重来到了帕克所在的地球 其中三个目标已经被神秘客消灭 但眼下还剩最强的火元素没有灭掉 于是弗瑞邀请帕克一块参与此次行动 但帕克一概以往的自信 认为这是属于顶尖超级英雄干的事 而自己只是人们的友好邻居蜘蛛侠 于是他想找其他人来代替自己 卢瑞看他不情愿的样子 就不再勉强 和众人告别后回到了九年 可到了第二天 帕克才知道 卢瑞已经安排手下 强行改变了他们的领图路线 帕克前来无视研究请托尼的眼睛 但眼镜的功能却吓坏了帕克 只要他想 就能随时监测别人的上网痕迹 还能看到他们发送消息的内容 不仅如此 眼镜中的人工智能还连接了国防卫星 帕克稍不注意 就将自己同学当成了攻击目标 帕克看准时机扯动方向盘 但很快第二次攻击袭来 然后飞身窜出车顶 用蛛丝解决了无人机 晚上众人终于来到了酒店 此时距离火元素出现还有几小时 帕克穿上新战衣来到塔顶 观测火元素的举动 内得被小女友带了出来 一同出来的还有寻找帕克的安静 这时脚下突然冒出岩浆 缓缓爬上雕像 下一秒雕像就变车了 一拳锤爆了面前的汽车 两人携手对抗火怪 帕克用蛛丝扯猜消防栓 但这只火怪并不怕水 旁的内得两人被困在摩天轮上 也是从这时起帕克有了的心怀 朝他射出蛛丝 然而蛛丝怎么可能拦得住火面 神秘克赶来帮他挡住攻击 随后两人兵分两路 分别朝火怪发动攻击 火怪朝内得他们走去 神秘克上前阻人 帕克发射蛛丝 不知道粘住了一个什么东西 但他没时间去管 帕克赶紧用蛛丝布定摩天轮 这时弗瑞一行人赶到现场 但火怪已经吸收了倒下的金属钢架 又增强了力量 无奈之下 神秘克选择和他同归于近 他双手汇集能力冲进火怪前 最后火怪被能量波动干脑 神秘克也并没有牺牲 但受了伤 弗瑞十分欣赏神秘克 并邀请他一同共识 他看出帕克不敢面对自己的重要 这样一说 小蜘蛛对自己的怀疑更深了 在酒吧里和神秘克聊天 他甚至觉得 神秘克才是守护世界的超级英雄 而自己不过是个小屁孩 于是他将眼镜授权给了神秘克 然后眼镜也转交给了他 完事后帕克就要去找心仪的女生告白 但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大错 帕克走后 酒吧的人开始慢慢消失 真正的幕后boss开始显现 原来都是神秘克利用无人机制造的幻觉 其他人都是和他一伙的群演 他们还都曾是斯塔克工业的员工 波尼曾在《美罪三》中的演讲 就是利用神秘克的投影技术 但他却当众称这是种没用的技术 于是神秘克怀恨在心 召集了曾与托尼公司有过节的员工 博士为神秘克提供了无人机 他们利用无人机和电磁脉冲 制造了一系列虚拟特效来欺骗帕克 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他的信任 让他将眼镜乖乖交到手 现在拥有了更多更强的无人机 他们决定来一场更大的拯救计划 把神秘克包装成最伟大的超级英雄 而此时的帕克刚想跟安志友 没想到他先脱口而出 原来他一早就看出来了帕克的身体 见他死不成人 MJ又拿出了和火怪战斗师捡到的笔记 突然零件发光 自动播放了一段投影录像 这时帕克才知道自己上了神秘克的旁 另一边神秘克也发现了投影装置丢失 得知帕克已经发现了真相 于是他决定杀人灭口 小蜘蛛本想将神秘克的阴谋告知福瑞 结果没想到整座神盾局大网 都是无人机制造的投影 接着他被无人机一枪击中 摔到了楼下 树架无人机将他包围 无人机开始放出投影 接下来小蜘蛛就被带入了幻术空间 手中射出的蛛丝变成了烟雾 忽然传来一声呼救 帕克一股脑向前穿 帕克顾不得真假 奋力愉悦 结果狠狠摔向地面 接下来小蜘蛛完全丢失了蜘蛛感应技能 帕克被一拳打飞出大碗 虚虚实实 他已经完全分不清 突然天上又掉下来无数面镜 后镜一看 结果冲出来无数个自己 挣脱后 帕克又换了一套衣服 神秘克冲过来朝他射击 帕克朝他发射蛛丝 然后用力一拉 结果拉到了吊塔 差点死在自己手里 一旁的雕像倒下砸中帕克 再次睁开眼 面前竟然是托尼的墓碑 突然丧失钢铁匣 从里面爬了出来 小蜘蛛被吓得连连后腿 突然一声枪响 原来是外面的弗瑞开枪打中了神秘克 神盾局的人赶来将他包围起来 弗瑞问帕克还有谁知道神秘克的真相 帕克慌乱之下说出了安芝和妹子 然而 就这样帕克一次又一次被神秘克气垮 利用投影把他下的不断后面 结果被一辆飞驰的列车撞飞 身受重伤的帕克爬进列车中 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关进了看守所 帕克撬开牢门 跑出来一问 原来这里是荷兰 他接手机拨打了哈皮的电话 不疑会哈皮驾驶飞船来到他面前 帕克对自己所犯下的错十分傲虎 但哈皮在一旁安慰他 告诉他托尼做过唯一一件不后悔的事 就是选择了帕克 在哈皮的一番激励下 小蜘蛛立刻振作起来 他知道神秘克回去找同学的马 于是他先锁定了他们的位置 然后进入飞船内的装备 开始利用托尼留给他的操作台 自己来打造战衣 哈皮看着眼前的男孩 仿佛再次看到了托尼的身影 帕克不断调整战衣装备的各项数据 根据自己习惯设置每一项功能 然后支出了一套全新的红黑战衣 此时神秘克利用眼镜 派出了卫星上所有的无人机 并将内德福瑞等人定位了攻击目标 忽然大桥旁雷云秘补 无人机又弄出了一个看起来更强大的怪物 接下来神秘克上场 和怪物展开激烈的战斗 而真正的神秘克躲在一旁操控无人机 帕克来到高空 从飞船一跃而下 一头扎进了怪物体内 里面的景象让他惊叹不如 数万个无人机协同工作 分工明确 构成这个庞大的特效怪物 帕克在无人机之间穿梭 利用蛛丝将它们全部连接在了一起 然后释放电锣 将所有无人机短裂 外面的头领也随之消散 神秘克发现蜘蛛侠后 立刻操作所有无人机追杀他 帕克挡着蛛丝来回点满 一边逃跑一边反击 但没想到无人机还附带了声波武器 从水里爬起来后 他发现蛛丝射没 于是掏出无人机的核心 原地制作了一个炸弹 然后拿着盾牌走上前 朝着一大群无人机扔去 引发了剧烈的爆炸 随后飞到半空利用声波武器的冲击 直接飞到了神秘克面前 神秘克命令无人机进攻帕克 两人展开最终决战 帕克再次陷入幻境 但这次他十分淡定 闭上双眼 依靠蜘蛛改变 一波无敌的走位 带掉了一面而来的无人机 最终神秘克被自己无人机击中 不敌蜘蛛侠 狗言残喘的神秘克 还想用分身迷惑帕克 结果被小蜘蛛命了使唤 他夺回眼镜 立马关闭了所有无人机 最后帕克报得美人归 看似圆满的结局 却在事情结束后 迎来了更大的危机 神秘克临死前录下一段视频 曝光了蜘蛛侠的身份 之后会发生什么